字幕志愿者 李安老 重新坦白 我是我重新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是刘安尚的刘博士 刘博士好 欧老师好 对我们看到 赖清德的各位人选的 现在显然是确定左隆才了 而林江龙就得往后白了 刘老师你这么点评 左隆岸的出现和林江龙暂时 在这一次就没有去林中选了 刘老师 我觉得我们在香港看 就是千呼万唤终于出来了 讨论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了 赖清德的左挑右挑 终于把他的班子挑出来了 很明显他第一轮隔回 显然是出于很多方面的考虑 那么我们看现在相关的报道 就说这个卓永泰 基本上是在他当时 跟卓永泰 卓永泰那时候是秘书党 好像是秘书党 说那个配合比较好 那么再加上卓永泰 就是这个派别的色彩不太浓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清德 就可能就喜欢比较用他 那么如果用林家龙的话 我们就考虑 当然是我们的猜测 林家龙恐怕是不是 他觉得比较难驾驭林家龙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他也觉得林家龙当隔魁的话 会不会累积人气 就是跟他在2028又有一战 所以就跟他上市 他要挑战大小姐 挑战蔡英文 如同一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恐怕首先他就选择了卓永泰 但是这个情况 未来是否还有很大的变数 我们觉得这个第一波恐怕真是一个 这个棒球里边的所谓的牺牲打 第一波可能主要是昌雷的 完了以后 这个赖清德 还是用他的自己最心仪的人选 是 那我们看到通常一任任期四点里面 往往隔回会换个两三个 甚至换的更多的都大有人在 那您认为卓永泰真的可以一干就干到底吗 还是说您认为卓永泰 也极可能就是干个一年 甚至一年不到成为一个牺牲打呢 刘老师 我觉得卓永泰成为牺牲打的可能性 是极其高的 就算这个卓永泰干得很好 小心翼翼摆平这个各个方面的利益 恐怕这个赖清德还是要把他自己的人选推出来 因为到了这个离2028还剩下两年的时候 他要拼连任的时候 肯定整个团队应该是清一色的赖系人马 这样的才有利于他去拼这个第二支 就连任拼第二届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 我觉得卓永泰其实也应该非常清晰 自己就是一个牺牲打 但是呢牺牲打也无法 能够干他一年 先干一年再说吧 捞够一年的这个薪水也好 是那您认为卓永泰这一年也好 或者是这两年也好 如果他干上去的话呢 他是能够有实权呢 还是只是一个样板 也就是说真的只是领薪水 还是他可以调动各方面的摆棺 而且在所有的公益事业上面 可以排上自己人呢 还是说事实上 他就是一个光改司令呢 对吧 我觉得呢 他呢就是像那个欧老师您说的 他恐怕只是一个摆设 就是一个这个赖清德的传声筒 因为如果他真的有自己的意见 要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 那么这个理念呢 又跟这个赖清德是相左的 跟他不一样的 不是赖清德心目中所想的 办法去做的话 那恐怕这个半年时间 就像唐飞那样 半年时间就下来了 那么拿了薪水呢 也就只能拿半年而已 那么这个总裁 他既然来接这个班 也是一心要当牺牲打的话 那么他肯定就是说 完全是为赖清德 这个听从赖清德的唯命是从 就基本上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格局 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未来台湾面临的问题很多 尤其是经济问题 要加电费啦 又那个劳保啊 又有这个等等等等一些问题 在内部整个这个格魂要处理的问题相当多 那么就算一个是否要开放这个大陆的旅游等等等等这些 他都是啊 头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些主张 他肯定必须要听从赖清德的 不敢有自己的啊 这个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这个想法 是当年的常飞啊 仅仅只干了四个月就下台了 而且还是沉沉扁 主动把他给赶下台 那我们就祝卓隆泰啦 至少可以做五个月 或者七个月 希望他呢 比常飞还要更长寿一点点 否则啊 他真的有很可能 是很快就被来信的又给弄掉了 感谢刘老师今天那里边 谢谢刘老师 谢谢昆老师 谢谢